豆角以后别炒着吃了,把豆角放入到空气炸锅中,烤一烤出锅瞬间变美食。 上桌家人吃完以后都夸你是大厨,真的是太好吃了,今天就把这个美食分享给大家。 准备一些新鲜的豆角啊,豆角呢我们给它折一下。 豆角清洗干净以后,我们把豆角给它折成一段一段的,这豆角呢一定要手舌才好吃。 如果切着没有手舌的好吃也没有灵魂。 折好的豆角全部放入到盆子中,接下来我们把豆角腌制一下。 加入好油,一勺食用油,再来点烧烤料,再加入些干辣椒段和花椒粒,用你的发财小手把它们抓拌均匀。 快拌好以后,把豆角在盆子中给它腌制五分钟。 入下味然后放入到空气炸锅中,把豆角均匀的给它铺开。 温度200度,给它烤十分钟,中间翻个面,时间到打开空气炸锅。 哇,好香啊! 我们把它放入到盘子中,这样我们的美食就做好了。 豆角这样做超级的好吃。 比炒的好吃比凉拌的简单。 吃到嘴里边呢,是外焦里呢。 这道菜非常适合下饭,也非常适合下酒。 今天豆角的这个做法就分享给大家了。 如果你喜欢,一定要试试这个菜。